很多次大家都會敷面膜 敷面膜的時候會覺得 為何面膜跟剛開始敷的時候的感覺差那麼遠 是否面膜會流出 做不到味白 做不到保濕 其實有時未必關於面膜的事 就是關於角質層次 即死皮的組織 如果死皮太厚 太多髒東西在這裡 其實我們給水分和養分 我們的真皮層是吸收不到的 所以我們要定期清掉一些角質和髒東西 是必須要的 而且有沒有見過有時用來做Facial 那些姐姐會在Steam裡面 或者敷一些潔毛巾 其實將毛孔擴張 將髒的東西帶走 而且養分容易入皮膚 這次跟大家介紹這個就是朱古力磨砂 朱古力磨砂就做到這兩個功能了 就是發熱和幫你帶走髒東西 之後敷面膜或者茶的精華就可以雙倍了 說回朱古力磨砂有什麼成分呢 它就用可可火粒 裡面有椰子 玫瑰 朱古力 蔗糖 有沒有發現外國的朱古力師 或者在香港真的下手下腳 有時做朱古力呢 這隻手是又白又滑的 甚至是藍色的 這隻手好像女生一樣 其實朱古力的抗氧化能力是非常之高的 你會見到他的手會很白 但臉是正常的 如果我們下到朱古力 其實都會提高抗氧化能力 而且加上血液循環 我第一次用它的感覺是覺得 很可愛 它有一點微暖 不是說很熱 微暖 就可以打開毛孔 清除一些髒東西 加上血液循環 做到這兩天之後 你再敷面膜或者茶的精華 就會雙倍了